好,接著到下一套,這套我相信是我今季最讚賞的一套動畫 今季實在太慘了 不計今季慘的程度,以它本身的質素 我覺得今季的《黑暴有良人將》第四季,真的表現是好的 它就有別於你說頭三季,一季一開始 其實它就將第三季裏面的一些人物故事帶出來做主線 因為本身下目有人將故事,其實它都有部份比較長篇的故事線 其實它今季我覺得主要集中在這些線上 開頭,即是開頭,因為其實它第三季,因為多了的祥的人物 是的 那的祥的人物,其實它是第三季最後的幾集才可以出現 變成到了第四季,開始就有帶回的祥的人的故事 他在第四季,開始就將故事擴展了,除了本身是居住小城鎮的妖怪之外 還有偶然出去之外,擴展到其它就是 跟它有一樣有同樣能力的人,去怎樣去面對這些事件 當然你說的祥的人會利用一些妖怪,去幫助它達成某些目的 當然,因為牽身於它是一個徐妖人的家庭 所以它要去利用這些東西 你說當然,在第四季裏面,它都未去到很詳盡地去介紹的祥的人 是的,因為其實它到第四季,開頭才會有少少說迫祥的人 開頭有幾集的說迫 但到後期之後,因為它之後主要是說一些單元的妖怪 例如下木遇到妖怪的故事 到最後就說到下木自己的經歷 可以說到第三集來說,我自己看是說下木和妖怪 即是開始接受妖怪,第三集就說下木 但第四集就說下木主要是 終於將他自己內心的對他家人 或者一個孤獨的感覺,終於都釋懷了 可以解釋了 是的,因為他家人死了,反媽媽 所以他不斷在親戚那裏寄居,又沒有什麼朋友 而且因為他又看到一些妖怪 即是身邊的朋友,人們好像很怕他 所以他就變得很孤獨 但自從他接受了一班妖怪 而且因為有媽媽先生,又在他身邊之後 再加上他又去了現在跟他的親戚 塔子阿姨一起相處 很好之後,在他學校又認識了一班很好的朋友 變成最後他說他終於可以面對他自己 應該說有各式各樣東西 就算是朋友那邊 其實知道他看到妖怪的朋友 好像 還有另一個是 幫他 還有一個女生也知道 多鬼 多鬼也知道他看到妖怪 其實有這些朋友 還有一些就是 就算不知道他看到妖怪 但也不會對他的 有時候看到妖怪的行為 會有面子的感情 都會接受他 真的會幫助下目 去度過那個難關 朋友方面 其實 比起其他地方 即是他一直 在不同地方的學校裡 都遇不到這些朋友 對 還有可能始終他之前 不斷轉學 變成他根本上都沒有怎樣說真正 或者他不說 其實在一至三句裏面 就算說一些下目 在他寄居其他親戚的家裏面 其實那些妖怪 他是害怕去接觸妖怪 對 因為他一直都 其實一來害怕 二來他 因為那時候還未繼承他 那個人像 所以當他一看到妖怪 就會很害怕 很抗拒妖怪 應該頂成下目有人像 整個故事 就是他怎樣去接觸不同的人 因為他有人的定義 沒有說是人 或者妖怪 接觸一個對象 你只要伸出來 你狠踏出一步 就會有不同的收穫 這也是你說 在他來到 金字澤亞塔子阿姨的家 在這條村裏面 他有嘗試做這件事 可以慢慢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子 還有可以說是 令到他自己一直封閉的內心 都解除了 因為很明顯的 其實你看到他最後一集 那個妖怪 就是想吃他的記憶 但是他一直以來都封閉著記憶 他一直都不想記得 記得自己 以前小時候的東西 那些不開心的 想忘記了他 但是後來他都跟我以為說 其實雖然很痛苦 但是構成現在的他 是因為這些有經驗 所以他自己後來都解化了這個陰影 可以這樣說 變成媽咪先生 其實我覺得媽咪先生 都對他很大的影響力 我自己都覺得 因為如果他沒有遇到媽咪先生的話 可能他自己都沒有一種的力量 可以推出他 你可以說 這個講話是到了第一季的時候 問題是說 在沒有有人像的規限之下 媽咪先生是 任何時候都可以搶掉他本人像 理論上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建立了互信的關係 可以說 開始就是 去到現在說 第四季的時候 就是說 不單是媽咪先生 可能是 住在現在的城鎮裡的妖怪 都已經視下木是一個好朋友 有什麼事都會幫他 撐他 是頭三季裡的修成 你可以說 真正 另一個 在靈子 她是阿瑪 阿瑪 靈子 就是用有人像去維繫著他們 而下木就是用另一種 另一種的有人像 你可以說 的形式 去聯繫著不同的妖怪 或者不同的人 所以 你看到第四季來說 其實可以更加看得出 下木 一來跟妖怪的關係 二來就是他自己的陰影 對家人的陰影 解放了 或者 其實對田兆 那個 田兆 好像第三季已經是說 已經是面對大元 然後 其實還有一些 我覺得 其實有件事 我覺得是做得好 就是 很多時候 有些角色 一些心結解開之後 其實他 會再細化 就算解決了 但是 我已經是一個好朋友 就是 他也都明知道 可能說 那些妖怪很危險 田兆的情況 就是 他感覺到 但是他看不到 這個 是更加危險的事 就是說 他知道有在附近 而他也都瞞不到他 他也知道 田兆會知道 他感覺到 某一些妖怪在附近 然後他又想幫他 但是 在他看不到的情況下 這些就是很危險的事件 其實 作為一個朋友 他就想 不想他自己的朋友 捲入這件事 最終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之前 有些回帶 但其實說的又不同了 就是 之前就是 不想田兆被妖怪去纏妖 想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 其實 最終 開頭的時候 其實田兆其實 我不介意 他想和他分擔 還有一個 同樣的朋友 可能更加好的 然後 就算釋懷了妖怪 就算釋懷了妖怪 始終事件的危險性 是沒有改變過的 然後 再說 就是說 他怎樣去極力 要想田兆 就算知道 都可以回避 有多少 就不想他打口去 即是盡量避免 避免到有這些事發生 當然 後來 這個是開頭的幾集故事 他這個 但是後來 他都發覺 其實 田兆 雖然 雖然 他不想 他的朋友 捲入這件事 但他朋友同樣 都不想他捲入這件事 還有想和他分擔 可以這樣說 令到 下目 都 令他有少許改變 應該說是比較單向式 就是下目 也可能其他觀眾 有時候 那個盲點就是 是下目對田兆的友情 但友情是雙向的 你不想他同時 他都 你視為好朋友 他都視你為好朋友 他都不想 在同一個情況之下 他都不想 你面對這些問題 即是變成他覺得 我們大家都是朋友 為什麼你不可以 對我坦白 你要有這樣的差別 對 為什麼我不可以幫你 只要是你可以幫我 對 所以後來都 因為這件事 大家的友情 更加好 可以這樣說 另外 也有一集 就是講回阿七賴 即是阿迪祥的秘書 秘書 回憶 這個就是回憶 其實都不是靈子 其實靈子姐 不過是天線 動線 其實是 這個我覺得是 可能日後一定有 第五季 會 我覺得會有 應該是 鋪牌 鋪牌 鋪牌他們那邊的一個故事 其實都會是 其實今季你說 幸好有另一個劇 有另一個徐妖仁 名取 名取 是 名取 名取 有稍微 出場 不是 她有說過 小小 在月薰祭的時候 是 月薰祭 有說過 其實她對夏木那個的感覺 其實她開始之後 開頭 想利用她 對她有好感 然後最主要是視她為一個朋友 都不想 就算有什麼事情 她危險 即是不要攬上身 因為她看到夏木耳為何要代替了那個風神 風月神 她覺得很出奇 因為你很危險 如果讓那些妖怪知道原來她是假的 其實你可以說是明取對妖怪的感覺 因為明取作為一個隨妖人 她也是消滅妖怪為這個原則 因為一開始她敵對的那個是越什麼神 我記得她一開始有一個委託說 如果她要去封印另外那個神 叫明取 但後來她都因為夏木耳沒有做到這件事 其實她改變了 改變了的就是她不一定要 她開始視妖怪不是完全的 不是 全部是衰的 好像一開始的場那種就是 任何妖怪都要慘除 無論你視與我 只有被消滅或者被利用 所以說是一個互信 無了信賴的關係 而你說明取其實去到這一季 其實上一季都改變了 今季更加明顯就是 她用的方法就不是除了消滅妖怪這條路 還有其他路線可以選擇 是呀 是呀 而且你都看到 其實她的妖怪也不一定是壞 其實很多人都說 都是夏木有人上過主題 你去不去走出第一步去瞭解方 是呀 那個妖怪 其實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故事的 每一個故事都是用這個去起似的 但每一個故事最終表現出來的感覺又會不同 我覺得這套作品裡面最出色的地方 其實是 你可以看起來好像很平淡 但其實你再細心看 其實她每一個故事 或者每一個妖怪 不要說妖怪 或者每一個人的經歷 其實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其實我很喜歡看她這件事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平淡 但你看完之後你會很溫暖 我以為你會很溫暖 真的很治癒 我覺得這套真的是治癒作 這套真的是治癒作 而且你也會看到她夏木的成長 尤其是我們從第一季開始 你真的看到夏木的成長 心境的改變 她慢慢走出她自己過往的一些經歷 她向前踏了一步 信任人 所以這套到現在來看 到第四季來說 我都覺得很喜歡 而且我很喜歡她的配樂 和OP這些歌 她可以保持到水準 我覺得你做了四季來說 她的歌或者配樂 都是做得很清晰 是一個主題 每次都會是 是啊 然後你說今季最美的一個故事 就是夏木回鄉 回到自己的家 真正的自己的家 真正跟她爸爸媽媽 曾經一起生活過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說 親戚對她都是非常懶好 我覺得這間房子 其實我一開始一聽 為什麼你可以幫人處置這間房子 當然這不是故事的重點 但是最終引發到 夏木 最初她的故事就是 她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即是她 只是有一個很模糊的印象 她很不想 她一直都想忘記 而且她會覺得對不起 現在照顧她的屯元夫婦 是啊 因為她覺得 如果這樣記起 就好像覺得 不當她們是親人 一家人 你可以這樣說 始終她親生的爸爸媽媽 如果一記起她們 好像當她們一家人是照顧者 那樣的角色 又好像不再當她們 即是不當親人 不當是家人 但是最終她都鼓起勇氣 接受了這件事 然後跟她 想去回自己 最後臨察之前的房子 再去看自己的家 所以 跟著 就遇到她以前的 曾經 寄居過的親戚 那個親戚 其實我覺得 如果那個感覺 我覺得她又不止以往的親戚 對呀其實 是對她挺好的 即是真的想照顧她 只不過因為她的女兒 不喜歡她 即是不喜歡她 即是不喜歡她 變成可能令到夏目 即是可能 即是為何夏目 會有 其實她一直都是拍這些 就是她太介為別人的看法 以及為何她會這麼孤獨 可能也有這個原因 因為她一直受別人排斥 那她就變成很孤立自己 她自己 還有 你看回那個瘦女 即是以前小時候 那個女孩 小時候怎樣 對夏目 譬如 她覺得她搶走了她 對 其實是一個妒忌 即是 你很無奈 其實你看到那裡 因為你是很正常的 即是你又不可以說那個瘦女 很壞 即是很正常 你又不是我家什麼人 你說我哥 或者我哥 弟弟 但你不是 你只不過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很疏的親戚 但你突然間在家裡住 即是等於好像你分享 而 即是叫做什麼呢 在那個情況下 即是因為本身夏目的不幸遭遇 而令到她家人 不想她再有什麼關懷的重點 可能就是稍稍偏重了少少夏目 令到她的女兒覺得 我才是你們的女兒 是啊 你對我都可能不太好 為什麼還要什麼都要我遷就她 這個家的主人是我 所以她就把她那個 即是妒忌的怒氣 就發洩在夏目那裡 所以令到夏目的性格為什麼會這樣 即是每一次的家目都會變成這樣 都會遇到這些事情 而累積下來 對 累積到夏目變成這樣 對 累積到夏目變成這樣 變成了她後來真的接受了 即是長大了 因為你長大了 而且她現在真的找到她真正的家人 可以這樣說 變成她已經放開了 而且你要看到 夏目是在她這樣的人生裏 其實夏目的壞習慣就是她太站在別人的 即是她先想別人 不會想自己先想別人 其實她也就是說 因為這家人都曾經照顧她 她也不想這家人 即是受到任何傷害 其實她不想有人有她同樣的經歷 是的 所以她就說既然是這樣的經歷 就是我一個人承擔 一個人有救 所以她後來也幫她解決了這個妖怪 最終也引發了下目就是 她要接受她自己的一切 才有現在的她 即是她終於都面對到了 她以前一直都不肯面對這件事 她在意別人的看法 多於自己 是的 究竟自己要怎樣去做 怎樣去面對任何的事 其實她是沒有去逃避這件事 是的 她一直都是逃避的 以及不想去接觸這件事 而最終你說回到家裡之後 其實就是說 她最終見到自己的花園 她忍不住哭的那一幕 其實那一幕應該叫做什麼呢 終於肯表達自己的情緒 是的 因為之前就算發生什麼事 她都哭了 她都是自己一個人 即是她是藏起自己的感情 即是她是藏起自己的感情 即是遲早的心理變態 會有抑鬱症 是的 沒錯 即是她最後已經把她的感情釋放出來 即是她肯去做這件事 應該說應該要哭的時候 不要介意 是的 自己悲傷的時候就悲傷 不開心就是不開心 開心就是開心 沒錯 所以你說整個故事的脈絡 雖然你說這一季 如果說沒有看這一套作品的話 其實我就不會很建議她 由第四季開始看電影 因為會有很多東西會不明白 是的 所以你說不管怎樣去看也好 如果你說最理解第四季的故事 你由第三季開始看電影 當然你說很多下目本身的心目歷程 或者是朋友 當然第一 對 其實老實說 我去找很多數據的東西 下目的影響 就是脈絡真的完全不差 是可以用好來形容的 還有我很喜歡她做結尾 做得很好 即是她每一季的結尾 你可以說她沒有伏線 任何伏線 但她可以做到一個很完整的結局 即是她那一季有個主題 令下目會有什麼成長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即是第三季她和妖怪的關係好 即是好了 今季她就釋放了自己的陰影 我忘記第一季還是第二季是朋友 應該是 第二季是朋友 好像是朋友 第一季是她開始接受 接受身邊的一切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即是你每看每一季 你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你看下目 即是不會覺得悶 我覺得不是說悶 是她始終是保持同一個主題 但她那個主題裡面 她有很多東西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達 不會覺得重複性很高 沒錯 Ian又覺得才是 這個才厲害 這個才厲害 至少你不會看一看 又是說這件事 即是你看到很多作品 即是多了一句 又是這樣 即是條件又是這樣 即是沒有轉變 主角又沒有怎樣變化 又沒有怎樣成功 就是這樣 這個明顯是看到 就是主角的成長 那個階段 你會看到 即是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東西 說出來 不會有什麼重複 即是剛才我們都說 我剛才都說到 其實好像下目 其實每季 好像 回到來 好像七萬多 好像 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通常一些作品 兩季的可能是很人氣的作品 三季的可能是異常大作品類型 都算好 但下目是可以去到第四季 甚至我相信 一定會有第五季 會有 因為漫畫都未完 即是你撇除漫畫 應該撇除就是要累積一定原作數 當然啦 雖然我沒有看過漫畫 但我想 就算我沒有看過漫畫 所以我不知道 它有沒有加了一些原創的東西 但整體來說 你如果一套的動畫 即是如果它真的有加了原創的東西 我都覺得是做得很出色的 如果真的這樣 所以其實這一套 我一直都很推介 就是一些未看過的 即是不同類型的 即是應該說外面那些 又打打殺殺 情情愛愛的那些 其實已經是很多 但這套作品 我覺得新鮮一點的 雖然它都是關於妖怪 但是 他講友情那樣東西 一個人的成長 他會講好立體 很多方面去講 但你不會覺得 你妖怪那部分 因為你只要當妖怪也是人 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即是你對著不同的人的感覺 所以我絕對是虛假 四季裏面 老實說 唯一叫做有少少落差的 即是第二季有少少落差 但其餘那三季 質素都很高 但第二季不是說質素很差 即是 比起這四季來講 質素比較差 可以這樣說 另外我也知道 遲些六月也會出一首歌集 即是OB和ED 即是將他現在四季的OP和ED 集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他很多時候 他唱歌都是找一些歌手 都會的 找歌手 所以其實不會是他自己 單碟的Single 沒錯 所以他剛才說的 6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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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會出一首Single 就是會包含他所有的 EOP和ED 即是如果大家喜歡聽 即是我自己就推介 其實他四季裏面的歌都很好聽 我也打算買 我也打算買 我自己也會買 即是我也誠意推薦 大家都可以看看 而且他這套 另外就是 通常這些作品裏面 太過平淡 可能會令人覺得悶 所以其實貓咪先生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真的令到 你可以說 甚至上很多人覺得 是喜歡貓咪先生 比較喜歡下目 我也覺得 鄭尚和賢 他真的很有經驗 他這個角色 很有經驗 和實力派一個聖誘 他演繹這個角色 當然都非常出色 亦都很帶動到這一套動畫 我覺得 所以兩個相負相成之下 其實這套東西 每一集 可能會有些會心微笑 會笑 但你不會覺得 這套作品是一個很平淡 每一集都是同一個套路的作品 最後就是 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覺得真的 大家去找回 連回作品 我覺得可以做到四季 你不可以不承認他 這套的質素 真的非常高 真的非常厲害 這套也是 我覺得今季最好的作品 大推 現在怎樣三封 我們是下一一套 到哪一下 如果是下一の一amente 會否動 mp 我們下集